我们来看第十章股份支付 作为股份支付这一章 它和我们前面的职工薪酬 这属于一个模块 因为职工薪酬里的内容 在股份支付中是有所体现的 我们甚至可以说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它就属于职工薪酬中的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股份支付的核心考点有哪些 作为第十章股份支付 首先我们要把握股份支付的概念 和它的分类 股份支付虽说是跟股票有关 但未必都是给股票 如果是给股票的股份支付 也就是说拿股票去结算的 那叫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但是这个股票一定是拿自己的股票去结算 要是拿人家的股票去结算 说明你得花钱买 其实它还是个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如果你拿现金去结算 或者其他金融资产去结算 这属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最常见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包括了股票期权 这个还有回购股票激励员工 这都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最常见的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你比如说现金股票增值权 这就属于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首先呢 我们对于什么是股份支付 什么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什么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要从概念上有所区分 那么作为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我们主要是按两大类别来看 你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来看 如果是受益日立即可行权 你借记的是成本费用 代记的是资本公积的溢价 如果有等待期不能受益日立即可行权的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就在等待期内 每一个资产付表日 去预测整个等待期 离职情况 行权情况 把那行权的最佳估计数 给预测出来 然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最大特点是 乘以受益日那一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这个方法我称其为叫 站在全局看局部 比如说你一共是三年期 你站在第一年年末时 你把总的离职情况预测出来 比如说你一共是20人 你认为走两个 那就是总的三年 一定是总的三年走两人 然后你乘以 受益日那一天的 受益日那一天 比如说这一天受益日 那一天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大家注意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比如说股票期权 它可不是股票 它是期权的供应价值 比如说是10 那就乘10 用人数乘10 假如说每人12份再乘个10 其实你人乘份数再乘受益日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乘完之后 这说的是三年你的总义务 你在除三乘一或者说乘以三分之一 这才是你第一年的 要是第二年呢 按相同的思路 除三乘二是前两年的 减第一年的是第二年的 到第三年时就不用这么费事了 直接算出总的 把前两年减去就成了 这个思路里边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你始终站在全局算局部 先算出总的再找局部 另外你使用的那个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始终是授予日那一天的 授予日那一天的 你是不能改变的 这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要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呢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如果授予日立即可行权 阶级成本费用代替经负支付新筹 如果是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不得了日 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特点是什么呢 你在每一个资产不得了日 你使用的那供应价值 就是每个资产不得了日的 你不能用授予日那一天的 这是两者的差异 另外呢 等待期内 你确认成本费用 代替的不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的 权益结算才是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个现金结算的是谁呢 是代替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这个应付职工薪酬 你在等待期内确认了之后 确认的时期的思路 也是站在全局 找局部 思路完全一样 等你把等待期确认完之后 只要一出等待期 到你实地行权之前的每个资产付表日 要对你在等待期内已经形成的这个负债 这个应付职工薪酬的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计量 当你发现出了等待期之后的这个应付职工薪酬的供应价值发生了改变时 你要对它的变化进入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走损益 这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它的特点 跟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比起来有两大区别 一 它使用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不是授予那一天的 而是每一个资产付表日的 它是在变化中的 二 出了等待期 负债的供应价值要进行调整 并且把差额进入当期损益 走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代替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那么这些理念 我们在具体应用时 在不同的案例中要掌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 我们教材再次的提起了一件事 就是股份支付一次授予多次行权 这件事过去曾经考过 我们也一直在讲 但是今年的教材 把它当个事似的又提了一遍 那你可得加小心 什么叫一次授予多次行权呢 比如说 给你一个股票期权 给一个股权激励计划 是三年等待期 这三年出来了 如果说每年年末都可以行权一万 听着像是一个计划 其实是三个 因为这三年期每年年末行权一万 比如说到第一年年末时 这里就有一个一万的一年期的到期了 这里有一个一万的两年期的 它是二分之一 你看它二分之一吧 还有一个三年期那个一万的 它是三分之一 所以是一年期的到期了 两年期的是二分之一 三年期的是三分之一 你就在这第一年年末 它就是仨计划 你到第二年年末时 第一年的到期了不用管了 那它就剩下两年期的到期了 还有三年期的 它是两年 所以说 一个三年期每年年末可以行权 一万的这个 就这个例子 它就相当于仨计划 因此再考试时 假如2021年 我们考股份支付 大家一定要注意 2021年的股份支付 一定特别重要 因为2021年 五月份 应该是五月份啊 财政部连续又发了五个股份支付的应用案例 虽然这案例内容不是很难 但是表明 财政部对这件事还是很看重的 股份支付 二一年有新东西 股份支付的教材提出了一次授予分次行权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当然我得要求大家 你要把那新的那五个 应用案例要有所掌握 有所了解 一定要注意 你可以从财政部网站上 查那应用案例 一定要看一看 不是很难 就是我们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但是要值得注意 另外呢 我们说 这一张内容 从近几年的考试情况来看 它的分量也是一直在提升的 你要单独考一道客观题 两分 它有时候可能达到五六分 特别是 你要把这股份支付里的有关内容延展开 那你比如说 把限制性股票的内容放过来的话 那么它的分值就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特别是股份支付中的股票期权 它还可以和我们后面的美股收益联系在一起 所以这一张 今年大家一定要 多投入精力 我们继续看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考点一 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这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如果有等待期 那要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对可行权的权益工具的数量的最佳估计数进行估计 当然这个估计我们考题中会已知的 他会告诉你有多少人走 有多少人留 但是你始终得站在全局来考虑 最终有多少人走 他说第一年走几个人 第二年走几个人 然后总的会走多少人 有用的是那总的 不是第一年和第二年 当到最后时 也可能按照实际的第一年第二年 最后走多少 你算总数 始终是总的人数才是有用的 然后按照权益工具 在收益日那一天的供允价值 来计算相关的成本费用 同时确认资本公鸡 其他资本公鸡 就这件事 我们二一年教材 在所得税那一章 也有所强调 过去也曾经说过股份支付的所得税事 但是二一年教材 又旧事重提 说了说 你比如说 你快递上预计了成本费用 代计了资本公鸡 其他资本公鸡 这税法认可不认可呢 从道理上来看 税法不该认可 因为你这个成本费用 是最佳估计数 是你职业判断的结果 那税法一定会给你规定额 将来能扣除的金额 如果说这数不认可 你已经在会计上走了成本费用了 那你算当期所得税计算 应该税所得额时 你要把它加回来 因为成本费用你已经减掉过了 所以你加回来 同样将来规定可扣除的内容 它是可以扣除的 这里必然会形成一个可抵扣三星差异 对于可抵扣暂性差异 确认地盐所持资产 当你借地盐所持资产时 代替谁呢 与你成本费用对应的部分 你可以走所得税费用 但是超出的部分 走资本攻击 你确认地盐所持资产 对应的是资本攻击 所以这个内容 要给我们后面的 所得税里的股份支付所得税问题 要结合一下 不光是简单的这里的核算 还要连着所得税 你看我们这一章也是横竖 跟其他章节都是有联系的 当然 如果没有等待期 收益后立即可行权的 你就记住 我们借记的是成本费用 代替的是资本攻击 但此时用的是资本攻击的股本溢价 那么如果不是换取职工服务 换取其他方服务的 要优先采用所提供服务的供应价值 但是一定是取得服务时的供应价值 而不是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我们来看一下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假如有等待期的话 那么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 应当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数为基础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供应价值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 记录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费用 同时记录负债 这里面我们确认成本费用 确认负债 如果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啊 这里面 我们使用的这个 供应价值 它属于谁呢 它是按照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供应价值 它不是授予日的 是每个资产负债表日的承担负债的供应价值 我们借记了成本费用 待期这个负债 这负债是谁呢 这负债是应付支付薪酬 从这来看 就和我们前面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产生差异了 这有不同 另外 我们在等待期内确认这个成本费用 应付中国薪酬的时候 思路跟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一样 我们是站在全局 看离职情况 做最佳估计 全局的 然后再找到局部 这思路是一样的 并且它自身有个特点 在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出了等待期 但是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包括最后的结算日 我们要对这个应付职工薪酬的供应价值 进行重新的计量 当发现应付职工薪酬的供应价值 发生改变时 我们要把差额寄入 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一点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要注意把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跟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 核算特点要抓住 要进行对比 如果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没有等待期的话 就是收益后立即可行权的 那么企业怎么办呢 应当在收益日 按照企业承担负债的供应价值 记住成本费用 同时记住应付职工薪酬 并且就算是收益后立即可行权 同样在结算前的每个资产复权日 和结算日 对这负债的供应价值进行重新计量 差额走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比如说收益后立即可行权 怎么也关注负债的供应价值变动呢 我们所谓的收益后立即可行权 它指的是没有等待期 而我们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是说 出了等待期 就要关注负债的变化 你这个收益后立即可行权 等于是没等待期 那就是收益后立即就可以关注 你负债的供应价值变化 有没有等待期 区别就在这 有等待期的是收益后 出了等待期才可以行权 正因为出了等待期才可行权 所以我们这个有等待期的是 出了等待期 关注负债的供应价值变化 如果没等待期的话 就是收益后立即可行权 那就说收益后就要关注负债的供应价值变化 这个前后对照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对于股份支付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我们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有利于职工的修改 当然这就意味着不利于企业 还有一类是不利于职工的修改 那就是有利于企业 当然我们作账的话 我们得站在有利还是不利于企业角度来考虑 因为你是企业的会计啊 所以你站在企业角度考虑时 如果有利于职工 不利于企业的 不利于企业的出于谨慎 那么你就要处理啊 有利于企业的 你尽量不处理 原则就这样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增加了 授予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这肯定是有利于职工不利于企业 那我们请的按照 权益工具供应价值的增加 相应的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 比如说原来授予日的供应价值 十元一股啊 一份现在涨到十五了 那么增加这五怎么办 就当给了一个新计划 再如增加授予权益工具的数量 那么原来是十万份 现在给成十二万份 增了两万份 这增两份怎么办呢 你就当它是个新计划 说且应当将增加的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相应确认为取得服务的增加吗 增加无论是增加价值还是增加数量 凡是增加的部分 当它是个新计划 另外 修改可行权条件 比如说缩短等待期 原来三年变成两年 你要变成两年的话 企业的进行处理股份支付时 应当考虑修改后的可行权条件 原来三年现在变两年 好 既然你变两年对职工有利 那他就按两年走 这是有利于职工的 我们增加的就把增加部分作为什么呢 作为新的计划 你缩短条件的 缩短期限的就按缩短期限算 我们再看看不利于职工 有利于企业的 那不利于职工有利于企业的呢 比如说减少了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注意这个啊 原来说好了 受益日的给15 现在变成10块了 减5块 应当继续 继续 以权益工具在受益日的供应价值为基础 确认取得服务的金额 说白了考试时 如果减少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你还按照受益日的原价值算 你就当没他这么一回事 记住没记住 记住啊 一共记住 那要减少权益工具数量呢 减少那部分数量 比如说原来是10万份 现在改成了8万份 你减少2万份 你就把减少这2万份单独做一个计划 立即可行权 说白了就是他的等待期已经到了 比如说原来10万份3年 那么3年的话 你突然到了第二年 你减少了2万份 那你这2万份 哎 你就到期了 应当将减少部分作为以受益权益工具的取消来进行处理 什么叫取消 只要你一取消 就按照立即可行权 立即以可行权 就是等待期到了 立即可行权就没在我再往 没有往后的等待期了 就等待期就这么多 那么修改可行权条件 如果延长期限呢 延长期限了 方言考虑修改后的 延长的不算 减少的不算 减少了数量 减少多少 算立即可行权多少 取消了多少 我们来看 啊 这里边呢 我们来说说取消和结算 所谓的取消 啊 企业在等待期内取消或结算权益工具的 第一 将取消或结算作为加速可行权处理 立即确认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金额 当然如果是因为没满足可行权条件而被取消的 除外 这为什么除外呢 你没满足条件被取消 这不得愿起 这属于 作废 作废的 不能做立即可行权 这个除外是指作废的啊 在取消或结算时 支付给职工的所有款项 均应作为权益的回购处理 回购支付的金额高于权益工具 在回购日的供应价值的部分 记住 当期损益 如果向职工授予新的权益工具 用来替代原权益工具的 且应以啊 与原权益工具条款和条件修改相同的方式进行处理 未认定为替代权益工具的 就作为新授予的股份支付来处理 这里的取消的这个规则 做客观题 熟悉 和掌握 我们来继续看 考点四 回购股份 激励支付 这里面首先要知道 回购股份 激励支付 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为什么 因为你回购自己的股份 将来给职工的还是拿自己的股票 既然拿自己的股票 就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不动自己股票的 你不能算 你只能算 先进就算 那么 如果是回购股票 回购股份 激励支付 我们说 你回购的时候 按照你实际花的钱 我们借记库存股 这股票不流通了 走库存股了 我们要把它寄到备查账中去 那么在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分小日 因为你把它现在看成权益结算了 按照你权益工具的受益日的供应价值 权益结算的都是受益日的供应价值啊 将取得职工服务技术成本费用 同时增加的是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行权的时候 且应转销交付职工的库存股成本 和等待期内的资本工具的累计金额 你原来走的库存股 行权时呢 我们转销 我们代替库存股 借记谁呢 借记股本 你充奖他 同时按差额调整资本工具的溢价 如果等待期内 我们有这个 因为等待期内已经确实其他资本工具了 所以我们借记的是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 这时候 我们把差额最后走到资本工具的溢价中去 实际上他最终行权时跟我们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行权是一样的 把等待期内的资本工具 其他资本工具要冲销 我们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最后差额在待方也是走到资本工具的溢价中来 这个是一样的 好 我们来看第五个考点 受益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计划 作为限制性股票的内容 在股份支付里边 我们来重点掌握 其实他跟后边的美股收益也有关联 前后是有联系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作为限制性股票呢 我们首先你要把它分为授予时 然后再锁定期 最后呢 我们还要关注一下 在锁定期内 或者说等待期内 如果有现金鼓励时怎么办 总体来讲 首先要知道我们限制性股票 从快递核算来看 是把它看成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 因为我们说 股票期权 是先给资格将来取的股票 限制性股票啊 是先给股票 但是后给资格 你得够条件时才能解锁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既然作为限制性股票 我们是把它看成权益结算股份支付的 所以我们对它的核算 也分成几个环节 首先是授予时 授予限制性股票时 我们做相关的会计处理 然后在等待期内 比照权益结算股份支付来处理 假如说有现金鼓励的话 我们还得分为可撤销不可撤销 所以我们首先要掌握的是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时的分路 比如说 今天企业向职工授予了限制性股票 那么我们收到的钱 借记银行存款代记的是股本 差额在代方走资本攻击的溢价 这件事单纯从分路本身来看 跟企业发行股票 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给的这些股票 并不是企业 可以直接上市的 它是不得上市流通和转让的 是有限定的 它是被冻结的 既然被冻结 并且呢 将来 如果你能解锁 那么就归你 要是不能解锁的话 企业还得按照你的发行价格 或者叫授予价格 把它回购 既然将来企业有回购义务 我们呢 在授予限制性股票时 就按照将来要回购支付的金额 我们借记库存股 代记其他应付款 有人问 这个借记库存股 代记其他应付款 你是按照回购部分来确认 还是按照整个发行的 限制性股票来确认呢 整个 为什么 因为你无法估计 有多少人被回购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全都认为 有可能回购 所以我们回购时 要给钱就是其他应付啊 所以代记其他应付 这是我们的一个义务 同时 这些股票 虽说授予给你 但你不能上市流通和转让 此时仍处于 冻结状态 走在库存股中 因此在授予时 我们要借记库存股 代记的是其他应付款 要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当然在等待期内 在等待期内 上市公司呢 综合考虑 限制性股票的 锁定期和解锁期等条款 按照股份支付的相关规定 来判断等待期 有了等待期之后 我们呢 就按照权益 决算的股份支付的思路 来考虑它 在当期确认成本费用 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的金额 当然这里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 我们用的是 授予日那一天的 权益工具的 过影价值 不是股票的过影价值 来计算出 等待期内的成本费用 和对应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好我们来看 授予限制性股票 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鼓励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分两种情形 一种是现金鼓励 是可撤销的 一种是不可撤销的 但大家必须行处 这里的撤销不撤销 对人家将来能解锁的 你一概不能撤销 你说我等待期内 给的现金鼓励是可撤销的 你也只能说对那些 不能解锁的 你说我不可撤销的 也只能说对那个 不能解锁的有好处 因为人家能解锁的 你能不能撤销 你都不能动那些能解锁的 人家能解锁 人家会成为名正言税的股东 既然这是股东 拿你的鼓励 就是自然而然的 你是不能撤销的 所以这里的撤销不撤销 主要针对那些不能解锁的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对于首先 在等待期内发放现金鼓励 我们约定了可撤销情形的 这是大前提 可撤销的 对于预计未来 可解锁的 既然可撤销 又可解锁的 那么上市公司 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鼓励 应当作为利润分配进行处理 借计利润分配 代计应付股利 实地支付时 借计应付股利 代行存款就成了 不仅如此 同时还要做一笔 借其他应付款 代计库存股的这样一个解冻的分路 什么叫解冻的分路呢 当你借计库存股时 代计的是其他应付款 这属于我们当时是冻结的分路 我把这个限制性股票 授予你 我冻结了 我将来有回购义务 所以我借其库存股 代行付款 此时对于将来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因为这个股利可撤销 我们却可以增加一个 因股利而确认的解冻的分路 这是一个特殊的分路 就这有要知道 当然前面我们说 收益限制性股票时 你先借银行存股 代计股本 然后是资本物件价 然后是借库存股 代计其他应付 这是一个冻结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将来 如果人家能解锁的话 你就直接化动了 你就借计其他应付 代计库存股 没事了 人家归人家了 如果是将来 人家不能解锁的话 你得花钱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时 你是借计其他应付款 带一行存股款 然后你借发的库存股 你要把它注销 你代计库存股 借股本 然后去注销的 也就是说 我们授予之后 等将来你能解锁 不能解锁 我这分路 我还有后续的分路呢 你能解锁的 我借其他应付 代计库存股 这叫解冻了 你不能解锁的 我还得花钱买回来 同时把库存股去注销的 所以 对于等待期内的 发放的现金股利可撤销时 如果预计对方可解锁的 可解锁 除了按正常的利润分配 借利润分配 带应付股利 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 带银行存股之外 还要加上一个解冻 对着解锁的这个分路 借其他应付 带库存股 只不过这个金额是利息 而不是那个全部的金额 当然 如果认为未来不能解锁的 不能解锁的上市公司 应分配给限制性股票 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我们充减负债 那么充减负债时 我们是借记其他应付款 代记应付股利 将来你给他说借应付股利 带银行存股就成了 其实你是充减了 你是把将来回购 那个其他应付款给抵消了 我们再看 如果是将来 现金股利不可撤销的 如果是不可撤销的话 对于预计可解锁的部分 这个肯定还是属于人家的 那你就借记利润分配 代记应付股利 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 代银行存款 这就没有那个解冻的分路 就差这么一个 对于将来不可以解锁的这部分 那怎么办呢 上市公司分配给限制性股票持有者的现金股利 我们进入了当期成本费用 这个走的是管理费用 借记管理费用 代记的是应付股利 实际支付时借应付股利 代银行存款 咱就出去了 也正因如此 我们跟美股收益对照时 如果算基本美股收益的时候 有限制性股票的话 这个基本美股收益的分母中 是不能有限制性股票的股数的 别管你将来能解锁不能解锁 我们都没有 正因为没有 所以分子中那个利润 要把预计能解锁的部分减掉 别管你可撤销不可撤销 都把能解锁的减掉 有人说不能解锁的 为什么不用减 首先我们知道 如果 它是可撤销的 本来可撤销的没在利润中 我们冲的是其他应付 如果是不可撤销的 它也自动的不用减 因为什么 因为它走的是管理费用 它已经让利润降低 因此在美股收益里面 其实我们算基本美股收益时 只要分母中不包含 限制性股票的股数 分子中需要减的 都是将来那个预计可解锁的 而不是不可解锁的 道理就在这 那个可解锁的 利润里有需要减 不能解锁那个 能撤销的那个 它就没在利润里 不撤销的那个 它走了管理费用 它已经让利润减少了 其实它也没在利润里 所以就不用动这个 不能解锁的 只能减那个可解锁的 大家可以把这内容 跟后面的美股收益 再对照一下 我们来继续看 集团股份支付的处理 作为集团股份支付的处理 我们要把握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结算企业以本身的权益工具 结算 接受服务的企业 没有结算义务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 这段话翻译过来 就是母公司用自己的股票 激励子公司的高管 这就属于母公司用自己的股票 来激励子公司的高管的话 首先我们看 这个子公司是接受服务的企业 高管是他的 所以他是接受服务的企业 他却没有结算义务 而母公司有结算义务 母公司呢 又是这个子公司的投资者 对象母公司用自己的股票 所以这种情形 就是母公司用自己的股票 激励子公司高管时 我们一个个说 母公司用自己的股票 激励子公司高管时 对于母公司个别报表来讲 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股份支付呢 很简单 他动用了母公司自己的股票 所以他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子公司接受了服务 却没有结算义务 他自然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整个集团呢 因为整个集团来看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边横报表就知道 在横报表里 把子公司所有的权益抵消 集团剩下的那个所有的权益 就是母公司的 所以母公司发行在外的股数 就是集团的股数 再算美股收益时 你也知道 算集团合并报表的 美股收益时 那个发行在外的股数 是母公司发行在外的股数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只要你动了母公司的股数 你就动了集团的股数 那么既然母公司用自己的股票 激励子公司的高管 那很显然动用了母公司的股数 既然动用了母公司的股数 就动用了集团的股数 所以在集团层面来看 动用了集团的股票 它就是集团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来看 从母公司来看 它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代计资本攻击 但一定要走一个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它跟平时的还不一样 它是子公司的母公司 它是投资者 它要走长期股权投资的 子公司这边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要借记管理费用 代计资本攻击 既然集团层面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么我们进行抵消时 用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抵了子公司的资本攻击 剩下的还是管理费用 在借方资本攻击再代方 那么正好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来继续看第二种情况 结算企业以接受服务企业的权益工具结算 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 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母公司用子公司的股票 去激励子公司的高管 就是这种情形 大家想一下 母公司用子公司的股票去激励 对于母公司来讲 动用人家别人的股票 你得花钱 所以母公司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子公司本身接受服务 没有结算义务 它还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对于整个集团来讲 你想一下 整个集团来讲 没动用母公司的股票 就没动用集团合并报表的股票 没动用合并报表的股票 就不能算合并报表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那它就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我们来具体看 所以母公司这边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待机应付职工薪酬 借机的是长期股权投资 对于母公司来讲 别管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还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你都得走长期股权投资 那么对于子公司而言 你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所以你走的是管理费用 待机资本攻击 在合并报表中 还用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去抵消子公司的资本攻击 在抵消时 由于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它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算出来的 比如说它的供应价值 用的是资产不找日的 而资本攻击是子公司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算出来的 它比如说权益攻击的供应价值 用的是受益日的 所以两者金额就可能不等 在不等时 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抵消子公司的资本攻击过程中 可能有差额 有差额时 比如说为管理人员的 这不是高管的吗 我们就走管理费用 消除人员的消除费用 挤到借方是借管理费用 挤到贷方贷管理费用 我们说这里就可能会有差额 当然 抵完了资本攻击跟长期股权投资之后 你再看剩下是谁 我们借记的是管理费用 代记的是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在合并报表层面 是一个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剩下的是应付职工薪酬啊 好 我们继续看 第三种情况 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 受益的是集团内其他企业的权益工具 应当将股份支付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也就是说企业用别的企业的股票 激励自己的高管的时候 那显然对于企业来讲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第四种情况 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 受益本企业职工的时期本身的权益工具 应当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他说的是企业用自己的股票去激励自己的高管 对企业来讲当然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好我们来继续看 作为股份支付这一张2021年有哪些新增内容 在这里呢 我再做一个提示 为什么要提示大家呢 应该说股份支付这张的内容 从平时来看 它在我们筑块考试中就是比较重要的内容 更何况2021年它新增的内容 相对于其他章节来讲是比较多的 所以2021年股份支付这一张 大家要格外注意 首先一个新增内容 就是依次授予分期刑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过去也有 我们也曾经考过 但是在我们教材中把它明确提出来 这是2021年的事 并且这件事它给我们的大题有关 所谓大题就是计算题啊 综合题有关 什么是一次授予分期行权呢 就是说我一次性授予你股权激励计划 但是你将来可以分期去行权 每次行权是独立的 此时你就注意一件事 一次授予分期行权 分几期 你就当它是几个股份支付 或者说股权激励计划 按照几个来考虑 让它同时存在 这就对了 第二件事呢 我们教材呢 又新增一段话 是这么说的 说母公司向子公司高管 授予股份支付 对于母公司来讲是 如果用自己的股票 那是全于结束股份支付 那么用别人的股票 是现金结束股份支付 但对于子公司而言 它是接受服务企业 却没有结算义务 因此子公司这边要确认一个 资本攻击 因为它是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子公司的资本攻击 到了合并报表中 它要体现为少数股东权益 或者说少数股东损益 那么少数股东权益 是因为它有资本攻击的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是因为它会借记成本费用 借记了成本费用 影响了子公司的利润 它会影响少数股东损益 这里有一句话 说虽然子公司的股权几率 全部是母公司来结算的 子公司本身没有结算义务 但是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中 应包含按照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分析的子公司 股权激励的费用 这里专门签到了少数股东损益中 还有包括的这一块 这是在二一年教材 有格外提出的 我们再看 如果受到激励的高管 在集团内调动 高管集团内部调动 导致接受服务企业变更了 原来在A企业 服务现在变成B企业服务了 但是AB是集团内部的 但高管人员应取得的股权激励 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那么它的激励没变化 只是服务单位发生改变 但是单位本身也属于集团内部的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应该根据受益情况 根据受益情况 在等待期间按照合理的标准 比如说按服务时间 在原接受服务的企业 和新结构的服务企业之间 分摊高管的股权激励费用 一个原则就是 谁受益谁确认费用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涉及到高管集团内部调动时 那个费用谁分摊 这里涉及到一个会计分路的问题 另外作为集团股份支付呢 我们往往强调是控股股东 事实上这里面并没有说 必须是控股股东 即便有时候你是非控股东 你受益职工公司的权益工具 满足了股份支付权限时 也应当是从集团内股份支付进行处理 这是我们21年教材 新增或说调整的几件事 大家呢再把它做一个重点的把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的5月份 应该是5月18号 财政部呢 又对我们的股份支付的内容 发布了五个股份支付 会计准则的应用案例 那一次性出五个 但这五个应用案例呢 基本上都给我们集团内股份支付有关 也是集团内股份支付的一个延伸 有些内容不是新的 是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所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教材 在他2021年5月份 发布这些股份支付应用案例时 教材已经成型 已经发布 在这种情况下 他属于教材之外的 21年的新内容 你要格外的注意 并且他仍然是股份支付这一章的 我们千万要小心 当然这里边 我就不再详细展开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大家一定要听话 到财政部的网站 去找会计准则 去找应用案例 把这几个应用案例看一看 每个应用案例都不大 非常的简单 说的事也非常明确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不知道 你可能会发梦 第一个股份支付应用案例 以首次公开募股成功 成为可行权条件的 这是一个案例 这里主要涉及到 这个企业的控股股东 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和职工持股平台 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 借助职工持股平台 来激励企业员工的 我们这怎么算 当然这里边属于 全一届村的股份支付 当然这里边 他强调的是 首次公开募股成功 作为可行权条件时 我们怎么办 第二个是 大股东兜底式的 股权激励计划 在横报表中 既然你兜底的 你根据那股票的情况 去支付现金 在横报表这里面 有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但是我们说 如果是接受服务的企业 没有结算义务 它仍然是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这里既有 现金结算股份支付 又有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第三个股份支付 应用案例是 专门是对于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那么限制性股票问题 本来就是这几年 大家学起来比较头疼 但是还总爱考的一个内容 那么今天在这又加了一个 应用案例 在一般的股份支付中 我们呢 就是按照常规的去核算 虽然乱一点 大家能够把握规律了 但是这里的应用案例 告诉我们 在授予限制性股票时 可能里面还有股票期权 既有一般性的限制性股票 还有股票期权的 核算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授予日的确定 当然平时我们说 授予日的确定 都是股东大会通过 但是如果股东大会通过时 激励对象啊 激励的股份的数量 尚未确定 而是授予董事会来确定的 当董事会批准时 它才是真正的授予日 如果在案例中出现 有股东大会 有董事会 按照常规思维 一定是股东大会嘛 因为股权激励的授予日 是股东大会来确定的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 这里边就可能出现了 董事会批准的时间 它却成了我们真正的授予日 如果真正的授予日 一确定 我们权益计算的股份支付 要用授予日那一天的 权益工具的供应价值 这问题可就复杂了 可就重要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还有 股份支付应用案例中的 实际控制人 受让股份是否构成 新的股份支付 这里也是一个 职工持股平台问题 实际控制人又受让股份 这算不上新的股份支付呢 关键 你得看它的性质 你如果这里是个代持股份 就是替别人拿着 临时拿着的 这肯定不构成新的股份支付 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再看它是不是构成 总之呢 这些事给我们21年的 应该是5月18号吧 发布的这 应用案例有关 建议大家 对这些案例呢 虽说不难 但是做到心中有数 把它再熟悉熟悉 归纳出来 万一在我们考试中出现 你不感觉到发懵 你心里有底 这事 它就好办 好 这一章 我们到这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